如果说白米赛场的巅峰之阵 是伦敦奥与吴虎争霸 那么5000米赛场的史诗对决 则是柏林野空下的神仙大家 战术到施法拉赫 马拉松之王 西夫萧格 疯子 拉加特 万米之王 北克勒 长宝界的四大天王 齐聚柏林蓝色跑道 他们中随便拉出一位 都是一个时代的王格 智慧的碰撞 大了的对决 注定会成就一场伟大的比赛 当波尔特在这块神奇的场地 连续标出两项前无古人的记录之后 长宝赛场上 又一场备受世人瞩目的对决 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 狗哥跳跃式的结说 一起重温这场史诗大战 比赛开始后 贝克勒和法拉赫一千一后 一个是真能跑 一个是真能装 要问法拉赫为什么这么能装 就不得不提得的大舅子奥德标 在非洲护运界 奥德标可谓是风云人巫 那俩已经褒僵了二八大纲 看似宰的是香蕉 石子宰的是岁月 据说法拉赫在很小的时候 将来条件很差 竞争吃了上顿没下顿 只能到野外吃点野菜 野果和野兽 九十九只 小宝赛的长跑能力就断练出来了 一千米用时 两分五十四秒三五 整体节奏还是比较保守的 这个速度 狗哥上去也能跑个一圈 两千米用时 五分三十四秒一击 节奏开始提起来了 还剩七圈时 球爷开始从外道超车 来到领跑的位置 哦不对 应该叫小乔 这时候敢叫爷的 只能是贝克勒 贝克勒看了眼基普乔格 说道 伤到四大跟我抢领跑位置 于是一个剑步 重新来到首位 三千米用时 八分十四秒六三 比赛进入最后五圈 基普乔格又开始搞事情了 他再次超越贝克勒来到首位 贝克勒当然不会惯着他 立马一个变速 超越基普乔格 不给他任何领跑的机会 他们俩的争风 让体能的消耗远超其他选手 而一直处于跟跑的拉加特 看着前面预报的相争 他只想在最后时刻 坐手渔翁之力 毕竟四大高手中 他是唯一的七点后 经验还是非常老道的 比赛上最后三圈 贝克勒牢牢守住领跑位置 拉加特和基普乔格 紧跟其后 随时准备发动总攻 次线米用时 十分五十二秒二 基普乔格又一次试图 从外道超车 又被贝克勒摁了下来 雷区的冲刺加速 让他的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 也为接下来拉加特的冲刺 做足准备 比赛的最后两百米 高哥先去睡觉了 让我们把话筒 交给杨介老师 运动开始加速 贝克勒死死地守住内道 拉加特只剩下 唯一的一个机会 就是弯道进直道 甩到外边 来继续超越 贝克勒显得有一点 精疲力竭了 全力出刺 贝克勒没有放弃 拉加特两个人 基本上是绑在了一起 一样都继续动过 贝克勒又搬回来了 贝克勒仍然是 真是在惊险当中 战胜了老队友拉加特 感觉已经精疲力竭了 最后一瞬间 强大的内心的能量和自信 把这速度再次顶回上去 13分17秒10 贝克勒生吃辣椒特 混购冠军 最后400名 53秒32 非常接近 二级运动员的水平 这个是跑了 4600米之后的成绩 堪称恐怖 好了 滚住狗哥不迷路 狗哥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